民以食為天 飲食是我們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所以就曾經有尊嚴人類學的學者講到 要認識一個文化的核心 其中一個最佳途徑就是通過圖 Feast for the Eyes 展覽 就是透過一張又一張美食照片 和大家去探索豐富的美食歷史 It's a real history of how food has been photographed over the last 100 and 150 years How much food has played a role in many different artistic practices It'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We're standing in still life So food as a pictorial instrument that really has its roots in painting still life painting We can think back over many hundreds of years to how food has been depicted in painting and now photography and then that has developed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由於食物容易取材 而且有多種形態和有豐富的含意 所以在攝影史上 成為一個被大量拍攝的主題 藝術世界對食物的描繪 是跨越各種文化 和人類歷史所記載 自從攝影誕生 就和食物有感密關係接近兩個世紀 早期的攝影 深受繪畫靜態物件的影響 構圖除了食物之外 還會加上鮮花 又或者不同的餐桌報紙 這些照片 不單只能夠以最短的時間描述細節 還不知不覺地 將見到的事物轉變為文物 在下一個項目 我們看到食物是一部分的社交合 人們享受食物 有什麼意思是分享食物 和人們分享食物 或是戶外野餐互動中 其實都可以帶給我們更深層次的思考 例如我們會看到傳統和現代的衝擊 富有和貧窮的差距 喜歡和煙烏的問題 當中也可能會涉及到性別 種族和消費等等的價值觀 所以Around the Table這一系列的圖片 就真實地反映出圖中人物的時間 地點 以及當時的社會價值觀 最後有一個項目 叫Playing with Food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項目 顯示藝人們 使用食物來做藝術 在非常有趣的情況下 所以是一個非常享受的項目 三個不同的展區 用不同的方式 體驗當代文化獨特的面貌 食物不單只可以令到我們飽足 同時也為藝術家 帶來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 藝術家以有趣、幽默、諷刺 和超現實的方式 將食物融入到作品中 肉質的牆其實是雞蛋和火腿 西班牙著名藝術家 畢加索的好友 就以桌面的麵包成為畢加索對手 食品同時也滲透到時尚攝影中 這個檸檬髮型大家又怎麼看呢 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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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是不僅僅僅僅僅僅 食物是在藝術家 但也有些人用作品 用作品 我們經常會以為 作品的方式 有些人的角色 但有些人的角色 但有些人的角色 在食物的角色 已經有些人的角色 展示展示的一件很精彩的工作 展示的歷史及拍攝的歷史 以及在風格、描述、各種媒體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多的歷史 食物的歷史及各種媒體 我們都不可能已經有所謂 人的態度塑造食物攝影 而媒體本身亦都塑造出現實生活中的食物 不論兩個世紀前一畫烹飪食譜的圖片 到現在網上社交平台的美食照 都令大家透過食物去感受不同時代各國的文化 但對於現在相機食線再upload到社交平台的文化 這個虛擬美食圖片展和今次的展覽 Read你又會怎樣比較呢? 這真是真有趣的事情在展覽 我們真的看到了 為何要拍照照片的食物 是從事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 有強烈想要拍照照片的食物 提供到19世紀 而展覽我認為 我們到達到這個項目 為何要拍照照片的食物 為何要拍照照片 是很漂亮的事 我們先來飲食 這是一個行為分享的事 如同時 你朋友在餐廳 把照片給你朋友 把照片給你朋友 做到的那些食物 這是非常強烈的傳統 展示展示出了一個很大的工作 疫情下不能同台吃飯 但這個非一般的盛宴就準備好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希望來參與的朋友都能夠安心用餐 我們很幸運地開放 我們有安全條件 你不必要留意 我們請到來的客人穿上衣服 它是購買的 所以你能夠分享有任何支援費 所以我們在開啟時間歡迎大家 我會提供展示展示展示圈 在曼德文和韓國語 可以預訂到網站 《Feast for the Ice》展覽 由現在一直到5月30日 嘗試更多可以瀏覽網址 thepolygon.ca 如果你非常喜歡這次展覽的圖片 想將它拿回家裡慢慢欣賞 只要到fairchildtv.com 玩有獎問答遊戲 講出展覽名稱 就馬上有機會贏得展覽的圖片上冊 到來 到來 到來